画面中可以看到 小朋友小跑步 突然一只米克斯冲出来 咬住他 吓坏旁边的大人 赶快冲过去 将小朋友还有小狗分开 小朋友痛得哇哇大哭 右脚有好几道长长的咬痕跟瘀青 家长看了实在是好心疼 救人员到场将小朋友送往医院治疗 但你还听听受害家长怎么说 他也没有去摸他们的狗狗 或者是就是看他们都没有 咬着不放 然后是我二姐夫 他赶快去把他抱起来 他脸上咬到那个中央 我整个都瘀青 整个就是超紧张的 现在看到那只狗 还是一直想要暴冲出来咬 30号下午家长带着孩子 到嘉义县中浦乡一间钓虾场 当时正准备要烤虾来吃 三岁的男童跑过去要找父母 但另一桌的狗 突然从桌底下冲出来咬住男童 狗主人还说没咬到没有事 狗狗有打狂犬病疫苗 就默默坐在那边看 让他们相当不满 家畜疾病防治所表示 将请似主说明 若有输重犬之肇事 依动保法最重可罚 一万五千元